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来的不是观影的欢乐 却是无尽的感动 这些大白是谁 焰火不熄灭 大白在行动 那幅画面除了温暖 还给人们带来多少安心和放心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 今晚 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1年11月2号 星期二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又是一年秋收时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重要的战略基地 吉林制定实施一系列举措 把保护黑土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根本之策 今天我们一起到保护性耕作的发源地 梨树县去看一看那里的秋收景色 看看梨树农户有哪些保护黑土地 文产高产的好方法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有着东北粮仓 和松阳明珠美誉的吉林省梨树县 这里也是世界著名的黄金玉米袋 大家看我的身后 梨树县百万亩国家绿色食品玉米化 标准生产基地的秋收工作 正在全面展开 那么以往农户收获玉米呢 都是用传统的只收玉米棒的农机 今年他们对设备进行了提档升级 他们用了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就是这台玉米紫粒联合收获机 用这台收获机不仅可以保证玉米的产品质量 而且还可以确保粮食文产不减收 一天食尝力 一天食尝 很轻松 那这个什么玉米紫粒联合收获机 它有什么好处呢 你像这棒子回去 像咱们地多的时候 它对对拥有用 不好保存 你要是收粒的话 直接就走了 轰杆去了 直接走轰杆了 就没事了 安全锁就完事了 像我们黎树现在打造生产单元 现在正常配套就是在它子里头 来到黎树县 就不得不提到黎树模式 刚才张文迪所说的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其实就是黎树模式的一个升级版 今年黎树县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 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 为一个实施单元 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 规范行具 利用导航作业 在此前提下 合理配置农机具 将农资采购农机作业 人员配置和资金使用率发挥到最大化 率先实现现代农业的标准化 机制化 信息化和契约化 在黎树县黎树镇高家电村 高家村有一块东北地区 第一块玉米接杆覆盖栽培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基地 如今已经成为东北区域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源地和技术创新的样板 在试验田里还有一块土壤铺面 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保护性耕作的优势在哪里 一起来看看 这个是两个小区的试验 那一撇是15年 所有的接杆没有还填的 这个是15年接杆全部还填的 从根系来看 这边的根系 上段时间我们挖的形象 第一是根量大 根数多 根量大 再比有深 最起码要差10%以上的产量 我们黎树县 目前就是从接杆覆盖这块 推广的面积 已经达到整个玉米面积的80% 实实在在的效益是老百姓学技术用技术的敲门砖 不仅要藏粮于记也要藏粮于地 那么今年活省的保护性耕地面积 已经达到了2875万摩 增幅位居全国首位 吉林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为目标 在保证粮食文产与增产的前提下 实现地力提升 稳住大国粮仓 端牢 中国饭碗 那些能够持续给奋斗者 以前途和希望 让人们愿意持续奋斗的城市才有未来 才能被持续的热爱着 那么奋斗者的希望来自哪里 在吉林 这个答案叫做底气 这个底气来自老工业基地的基电 也来自经济发展的进程 一个个同期历史最高 东北地区最优的成绩 让吉林带给奋斗者的底气不断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 吉林省外资量质齐升 表现抢眼 实际利用外资就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这几天在长春安卧高新生物制药公司的厂区施工现场 研发楼生产楼和仓储楼 已经进入内部基电设施安装阶段 工厂预计明年六月正式投产 完全打产后 每年能生产生物制品五百万人份 进一步增强我省国际标准抗体药物研发生产能力 仅三年时间 这家我省与冰岛合资成立的企业 已经完成了从注册审批到项目落地 主体工程完工等多项工作 眼下企业已经将重心放在了人才引进上 而人才优势正是企业选择在吉林投资的最大因素 长春有很多生物制药企业和疫苗企业 有很多高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所 所以这方面有一些成熟的人才供我们选择 基于我省这一方面的基础优势 企业在当地人才招引上进行得十分顺利 然而在引进外籍人才方面 这家企业也有着自己的烦心事 比较难的就是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 才能办理外籍人士的入境和人才的引进 这方面它的过程会很长 那么就需要商务的对外贸易的公安的外事的联合配合 了解到企业难题 我省商务部门本着招商引资项目全链条跟踪服务的原则 迅速成立工作小组 梳理申报材料 并积极与商务部外事办等国家部委对接 从国家层面加快推进人才引进 同时采取特事特办原则 与我省多部门建立绿色通道 缩减审批时限和流程 不到一周时间 企业首批招聘的三名外籍人才 已经获得人才许可居住许可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后 这些新员工就可以按时上岗 抓好稳外资工作 吉林在政策服务上做加法 精准用好用足国家政策 同时围绕本省实际 加大财税力度支持 优化审批流程实现 以一对一精准服务协调企业遇到的难题 今年前三季度 吉林省实际利用外资6.56亿美元 同比增长28.32%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14个百分点 创我省实际利用外资同期历史新高 一个地区 首先自己要努力 以所拥有的条件创造前途 奋斗者才会跟随他的梦想 吉林让奋斗者更有底气 还因为吉林人一直在努力 完善服务功能 让奋斗者在吉林一路畅通 没有后顾之忧 就拿吉林市来说 吉林市积极简化政务审批流程 降低税费 打造不能说不的贴心服务窗口等 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新举措 焦和市天岗镇滑标夜化际站的张女士 来到吉林市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气瓶使用登记证 匆忙中忘带法人身份证了 本以为可能要白跑一趟 结果跟工作人员一说 竟然有惊喜 窗口人员协助他 以容缺受理的形式 完成了身份验证 数据采集 后台审批等环节 没有得回去求呢 两天时间来回折腾 没想到工作人员 很快地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非常热情 非常找到 张女士来办事的窗口 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怎么能办窗口 窗口的工作人员 对前来办事的企业和群众呢 必须给予合理的解释和引导 不能够简单地说不行 如果要行使否决权的话呢 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 目前据我们了解 是本级各县市区 各开发区 12个市民服务中心呢 全部都设立了这样的窗口 通过怎么能办窗口 当地的政务服务 实现了简单问题网络解 重点问题沟通解 复杂问题会商解 而在招投标工作中 创新推行的 六个不见面服务 则打破了 公共资源交易的传统模式 使交易环境 更加公平开放 规范透明 高效辩解 奋斗者的肩上 有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的重大职责使命 一个地区朴素的人文 和有包容的温度 和奋斗者的气质更搭配 在吉林 有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等 多所著名高校 不仅研发出 奋斗发展的科技需求 还提供了奋斗发展的人文力量 最近首届吉林省校友人才 促进吉林振兴发展大会 在长春开幕 大会上吉林校友们 联络感情 对话交流 洽谈项目 共谋发展 大家表示 要饮水资源 积极踊跃 在吉林投资新业 创新合作 为吉林振兴发展 贡献力量 近几年来 这个家乡的投资环境 确实发生了 重大的改变 我也会注意 我们一些新的发展机会 通过我们的这个 校友平台 把他们能够 介绍到吉林来 来建设家乡 有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有机会 那个力损能及的 给家乡做点事情 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按照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是希望 能够在本地 成立一家公司 来进行我们业务的落地 尤其像素质化 有这种强烈情怀的企业家 不仅仅是 经济产业的投资 也希望在吉林省的 工艺跟慈善事业 能够更体现出 在外的学子们 对于家乡的反补 我在沿面投资 冰学产业 滑雪场 温泉 还有宾馆 四季的史上来源 等等 到目前投资了 7个多亿 咱们吉林省的环境 总体近几年变化很大 所以我也想继续的 一路既往的 为吉林省的发展 做贡献 吉林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高水平产业链 与创新链的形成 让很多奋斗者 愿意登上这艘航船 是向他们所向往的彼岸 奋斗者不怕吃苦 最看重的是发展权 时代的进步 赋予了他们 自由远行的能力 他们用背包和脚投票 他们的底气 是一个地区 发展与否的晴雨表 让奋斗者更有底气 让奋斗者充盈希望 吉林就是这样的地方 10月31号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 流行病学调查 上海迪士尼乐园 和迪士尼小镇 紧急暂停游客进入 游客需要核酸检测后 才能离原 当晚一段现场视频 在网络刷屏 为安抚游客的情绪 烟花秀 按原计划上演 防疫人员组织大家 秩序井然地做核酸检测 今晚面孔来看 在美丽的迪士尼烟花下 比电影中还美得大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烟花与防疫同框如同电影画面的暖心场景 让不少网友发出了这是最美核酸检测现场的赞叹 看似浪漫的场景背后是防疫工作的务实细致与有序 第一时间暂停游客进入多渠道发布通告提醒 在防疫竞速中不忘温情 在科学防疫和保障城市正常运转间做到了平衡 烟花依然盛放 也要感谢关键时候放下小我自觉配合检测的每一个人 感谢你们为大家呈现出这场温暖与感动的烟花 看完最美核酸检测现场再到松原去看看 今年松原市通过推广土地托管 合作社以及家庭农场等多种种植模式 实现了丰产又丰收 金黄饱满的倒立倾泻而下 广袤的田野描绘出的丰收盛景 节目最后一同去打卡 好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